5月9日,西藏自治区登山管理部门与珠穆拉玛峰所在地政府在珠峰北坡登山大北营召开会议 会议明确,2021年珠峰登山季会采取最严格的防疫措施 疫情防控焦点在珠峰顶峰,峰顶将设隔离线 所以顶峰提前要有向导商局去布置,要拉上防控线 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攀登路线分别位于中国一侧的北坡和尼方一侧的南坡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尼泊尔境内南坡大本营有登山者确诊感染新冠 珠峰疫情防控,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局长尼玛刺人告诉记者 西藏登山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加强了各个环节疫情防控措施 尤其在峰顶一侧设置隔离线,禁止南北坡的人员及物品在峰顶互相接触 除此之外,登山部门也重点做好珠峰北坡登山大本营及沿途各个营地的防疫消杀工作 疫情防控方面我们一直非常重视,非常的严格,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车站,这个机场,道路的关口都做了精心的布置,远方实手 据介绍,2021年中国国内从北坡攀登的共有两支队伍 一支为攀登珠峰的21个人队伍 另一支是到珠峰北澳徒步的17人队伍 目前,珠峰北坡无新冠确诊病例 珠峰北坡